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悉数的硬盘 本来嘛,这一个视频我并没有打算拍的 但是看了一下这块盘,我又不得不拍 因为这块硬盘,它是某品牌机器上面自带的原机硬盘 当时给我送修的是机主那边的一名同事 因为这名同事他经常看我的视频 所以觉得这个接盘侠应该由我来当 根据机主那边的描述 之前他的电脑是在待机的时候 然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 所以他拿去当地售后检查 售后说是他的电脑主板坏了 需要更换主板 硬盘据说是被带到检查室 检查一遍以后具体操作过什么 机主那边也不知道啊 反正我拿到这块硬盘的时候 就是这样油光水亮的 芯片可能被全部焊接过啊 当时我还拿了这块全新的硬盘 拍照给这名网友对比看了一下 这个就是典型的偷吃完不会插嘴 因为机主那边也说不清这一个问题 所以我当时并不敢接这一块硬盘 原因嘛 我也跟这名网友说了 主要是担心这个芯片 一焊接下来底下全部都是暴息的 那样就不好玩了 第一次就这样直接邮寄回去了 随后这名网友给这一个硬盘 拍了一张全身的X光照片 照片显示底下并没有暴息啊 他还是想让我尝试一下 风险我已经给他报过一遍了 现在这一个硬盘的电流 它是已经可以轻松跑上去了 那么这一个盘它到底是什么坏了呢 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嘛就是它的一个硬盘的接口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数据线以及电源部分 全部被涂满了胶水 前面这部分百分百是被涂过的 而后面这里它是没有的 于是我就动用了我的手术刀 把前面这些胶全部给它刮干净了 看来售后说是硬盘坏了 那就是硬盘坏了 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可能是售后那边担心你拿到这个硬盘以后 接上去把电脑其他的地方也带坏 所以就非常温馨的 给这一个硬盘做了一下适当的封喉处理 防止这一个故障扩大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电源芯片这旁边也挂掉了 我已经给它修好了 但是这一台机器上面它是带了bitlock加密的 所以我无法直接获取里面的资料 于是我又让机主那边 把这一台电脑也一起给它带了过来 不过这个电脑它开机的时候 这个电源灯就一直在闪 屏幕也没有亮 主板这边我看了一下 应该没有动过 只是处理了一下硬盘 先把这一个电池给它拔了 这就有个矛盾点了 为什么主板的问题会先去处理硬盘呢 难道是这个主板它输出了不正常的电压 怕把这个硬盘也给带坏 为了防止硬盘进一步损坏 于是就把它临时给隔离起来了 这么想的话 好像一切也解释得通了 因为它这个硬盘是带加密的 所以大前提是 它这个原机的CPU必须是好的才可以 其次就是这个Boss芯片也必须是没有被刷过的才行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这个CPU的供电 它的对立组织有多少 第一个电感有310多欧 第二个103欧 第三个也是103 第四个也一样 另外我还看了一下 这一台机器硬盘螺丝孔旁边 好像还断了1234 四根线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拆硬盘的时候不小心磕碰到了 如果是正常滑伤的情况下 它应该是一条直线或者是一条斜线的 但是这个主板上好像还拐了一个圈 而且最初的就是里面的这一根 好像还留了一个洞在这里面 非常的奇怪 看来对方说是主板坏了 这个也确实是符合逻辑 毕竟我也看到这个主板它是坏的 当然了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具体我们先把这些断线的地方给它补一下看看 实际上这边是断了三根线 最初的一根我已经用一坨锡给它连起来了 剩余的直接给它补好了 现在再来通电看一下它能不能开机 好像还是不行啊 按一下开机 这个电源灯又灭掉了 因为这个故障形成的原因 我也搞不懂专业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人员来看的 现在让我来联系一下维修师那边当我的救兵 兄弟们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本来这个机器嘛 它的遗书我都已经帮它写好了 正在准备打包发给老师那一边做最后的尝试 就在最后这一刻 客户那边打电话跟我说 已经成功登陆上微软账号了 并且获得了这一台机器上面硬盘的恢复密钥 虚惊一场啊 当时我已经是跟客户说过了 这个机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这个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哎 有时候就是这样 人生如戏啊 荷易顿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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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